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观光局推动三海酿孝花冬旅的品牌 在27号下午举办 三海酿孝花冬旅 花冬酿造饮食文化 认识花冬独有风土的成果展览 新任的台东县长饶庆林 特别受邀参加 饶庆林县长也表示 欢迎游客在元旦连续假期 能够来到台东一起感受 花冬独到的酿孝油谱 为了让大家能够深入认识 花冬传统酿造文化 及观光局致力打造的 15个点位邮程规划 观光局特别在台东市 The 17 Lab举办 三海酿造花冬旅 花冬酿造饮食文化 认识花冬的独有风土成果展览 县长饶庆林也受邀参加并表示 会积极与各单位合作 让台东变得更不一样 辛苦的工作团队 我有提早来了解一下 那我首先谢谢大家的心力 来投注在我们这次的计划案当中 那我也拜托大家 继续持续在这个计划案 那我们会努力跟历经 还有我们交官处这边 我们都希望能够做更多的整合 那再一次的谢谢各位 我想很期待能够把各位的作品 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产业 因为文化要变成产业 其实是一条很远的路 但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透过各位的手 各位的艺术知觉让台东变得不一样 台东拥有豐富的人民文化 在即将到来的四天元旦连续假期 除了到台东跨年外 也不妨是入台东各地部落 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游 记者陈金玲台东市报道